所有在股市奋斗的朋友们 你们的辛苦我都懂 股票市场其实是有一套神秘 而且有效的方法 一切都交给我吧 我就是你的贵人 欢迎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我是节目主持人Ruby 台股周五开高反弹 但是因为周末的关系 这个量能有稍微的缩减 那在六月份法人结账之后 七月份就会是全新的开始了 投资朋友们的操作策略 可以怎么来调整呢 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 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 Mortal Gu 蔡英斯坦 蔡振华老师 老师好 好 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好 老师在节目中 跟我们提到这个宇宙中的真理 就是物极必凡 那很多人都不相信 你反而喜欢从这个基本面去解释的话 就赚不到这个涨停板 所以老师那既然礼拜五的反攻是第一步的话 那新的一种我们可以怎么来关注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讲一个东西 就四个字物极必凡 就是礼拜四我讲蛮久的 那我是在那个市场气氛非常非常差的时候 比你讲这个事情 对 因为你什么都不信了 你会发现说投信板也还是跌 营收创新高还是跌 对不对 什么都跌 当你什么都不可信的时候怎么办 我告诉你有一个真理是对的啦 宇宙当中永远是什么 物极必凡的 物极必凡 你这个是物极必凡 你跌到都已经没有卖压了 我就算给你一个利空也下不去 因为股票其实就是买跟卖的力道嘛 你说说大家都已经卖光了 对不对 剩下的都 人都不想卖了 你就算给他利空 他也不卖了 那你说你股价怎么走 反而涨啊 因为你跌不下去 这叫什么 四个字 物极必凡 是 那表现在几个地方 首先当然大家这个 生计当然有啦 那这个落在最后讲 这个跟 目前的这个国际股市的情势也有关系 因为现在大家在担心通膨嘛 对不对 对 那通膨的话 你说这个高消费可能就比较辛苦啦 但是你说这个11住行 你跑不了嘛 对 我就不想你不吃过贴 对吧 你看我们昨天讲完过贴 现在这个85度C咖啡也在涨 你在涨 对 那我现在告诉各位 就是说零售概念股 就是这个百元 500 我们这样讲好了 我们把它给一个定义 我们的国内的钞票有多少 100块的嘛 500块的嘛 500块也有 然后这个1000块还有2000的嘛 对不对 对 用不到500块那一张的啦 我们都称之为抗通膨 好不好 拿三张100块出来 我们称之为抗通膨嘛 你一个人吃 你去八方怎么吃到300 你吃给我看 我会吃得下 你吃不完吧 不太可能吧 你要吃几颗啦 我自己的话300是吃不到啦 我我你水饺加过贴 大概大概也没有啦 然后你看85度C你要喝几杯嘛 对不对 他他好像那个有一个什么海盐 还有还有我自己都买冰特条 不是那个冰招牌 好那我现在讲 当然有你买蛋糕 买蛋糕可能会超过500了 那怎么说呢 就是说这一种叫做抗通膨 那这个我留在等一下讲 因为抗通膨还有一个东西是生计嘛 我就不相信你 你通膨敢不吃药 不太可能 还是会吃药啦 有病还是要吃药 不要说通膨就不吃药 这开玩笑 通膨可以不开车啦 你可以坐捷运嘛 通膨不吃药都不行 你要去听医生的话啦 好那我们讲这个 所以现在这个格局就这样 我们先拉回来到那个航运股 我们说那个物极必反体现在几个地方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往下的时候你一直去解释它 当然最近大家在那个 很多的这个财经节目当中 都会听到一些话 哇这个融资怎么样怎么样 一直讲 我当时就跟你说 这个东西不能够买 其实这种东西 我觉得要讲的话 我蔡振华也可以讲三天三夜 保证精彩 可是我讲真的啦 讲那个没有用啦 对你来讲 没有帮助 就是在你口上撒盐嘛 第一个你时光也不能倒流嘛 假设时光也是能倒流的话 股票也不要分析了 我们就把昨天 我跟你讲 Ruby昨天大乐透号码给我 对不对 时光倒流不用多久 一天就够24小时 我直接签那个干嘛 要做股票 要浪费时间嘛 对吧 你时光就是不能够倒流 你一直讲当时为什么 在这地方不卖掉 很多这种节目就是禁止 要讲这些 你看当时怎么样 你看当时怎么样 我没有在年限的地方提醒你 你看我早就在今年2月 告诉你怎么样 怎么样类似这种 这种东西 我觉得大家就听听 干脆连听都不要听了 我觉得你听到那种 那边关掉算了 你听到干嘛 给自己心情更不好而已嘛 对不对 市场上真正的赢家高档 已经卖掉了 我讲真的 要不然说市场赢家是谁 比方说你像张军定 对不对 他有在看盘吗 他有在看药花药吗 我看也不见得吧 人家那个叫私募 丢了就放 不放人就走了 你知道吧 所以买到对的股票 他在创新高的同时 其实这些所谓真正的赢家 他们在这个地方不见得是贴盘的 那你说股票高档掉下来 然后在那边奚落人家 这个叫做马后炮 我觉得市场上的同业 很多在做这种马后炮的这种媒体 很不值得 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尊敬的 因为你要有本事 你高档出 那不然你告诉人家哪里低档进 对 那你一直讲说 你看高档追高 好高档追高 一直讲 一直讲 讲好像做股票的人心情都很不好 没有 这个好像我以前跟 我举一个例子 以前有一个事情 大概在差不多7年前 这个东西叫做浩鼎案 是 那个浩鼎案当时怎么样 卢比那时候你还在念书吧 你不 我不知道你毕业没有 当年浩鼎案 是 这个东西是这样 那时候浩鼎就在涨 因为浩鼎的前一年涨了基亚 基亚解盲失败以后 掉下以后 那个资金很多 就跑到浩鼎身上去 然后你就涨 那时候从好像300 400 500 600 700 一直往上涨 然后呢 就有人出来说呢 这个是不是中研院的技术 那不知道怎么样泄露到浩鼎那边去的 导致于浩鼎有这个技术 那不知道有没有泄露 到底是谁泄露的呢 然后那个时候就 翁启慧他们就有这个事情嘛 结果你搞到那个 好像18年的时候 我记得应该是3到4年以后 整整弄了3到4年 对啊 就一大堆媒体在那边踏罚啊 弄啊 搞啊 然后就最后判无罪 好 那我讲这件事情是说 就是说你觉得当时去弄那个 搞那个浩鼎案 讲的好像很可怕那些媒体 有没有 你觉得他们有赚到300到700这一段吗 我觉得没有 是 因为才恨嘛 对不对 你赚不到你当然就恨嘛 对不对 那事实上证明他 他也给他清白啦 对吧 对 那可是你看现在浩鼎 不到当时700的大概一半吧 对不对 你说这个事情 谁是受害者 人家股票做得好好的 是这样讲 没错嘛 那硬生生的把他打下来 然后搞得大家对这个生计的这个印象就很差 对 人家也无罪啊 判出来也是无罪啊 那我要讲这个事情就是说 股票一定有标股 就像现在元宇宙一样 对不对 像荒咖店他涨 对不对 然后人人人骂 没有营收啦 亏损啊 然后讲一大堆 但你反过来想哦 我回到刚刚浩鼎案身上来讲 假设你300块 你不用讲 你1000万的朋友好了 你买个30张 对不对 是 那你到700多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奥鼎案 市场上吵得沸沸扬扬 你把它卖掉 就算你没有卖到最高点 你700随便出一出 你300我到700 你1000万赚1000万 也够啦 也没错 骂他干嘛 股票不是就拿来操作的吗 谁做股票不是在炒钱的 你告诉我 股票一定要那么高尚吗 一定要那么伟大吗 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而身怀着 这个伟大的报复跟目标 然后炒短线就一定低贱吗 我觉得也不见得吧 大家好像就把长期投资这个东西 好像化得太过于美好了 你知道吗 带了一个粉红色的眼镜 就像最近这几年 市场上一直在讲说 哇 世界上要是没有台湾 全球半导体不知道怎么办 那这句话是事实没错吧 但也不是叫你高档不卖吧 不是这样子吧 好像说跌下来就不能跌一样 大家都不准卖 卖的人都是要杀头 然后外资你背叛我什么的 也不是这样吧 股票其实就是拿来操作的 操作就是很简单吧 你买了有赚钱 然后呢转弱力把它卖掉就好了 对啊 那你现在看 黄达店涨停没有什么 我觉得也也不用大家背负 这么大的这个包袱吧 你看这一波大家都不做 红达店只有我们在做为什么 这我们在提没错 我没有包袱啊 对大家有框架 奇怪你 你创新低 然后他去年不是拉一段吗 那个当出生段吗 是 那你说他为什么跌那么多 你卖红达店 你为什么不去看一下META META跌更多我告诉你 META是什么 你知道META就是以前的Facebook Facebook 就是你那个 你们在玩的那个脸书 叫做Facebook 那叫做META 那家公司改名叫META 你知道吗 因为他要做元宇宙 所以他改名叫META 你知道他今年跌多少 他现在跌快60% 60% 你把看盘软体打出来 你去看一下META跌多少 红达店算什么东西 META那个跌幅叫做什么 直接往下让你见到B 地下室六层头 他是从那个高档60层头跌到地下室六层头 60% 那你那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全球股市在跌 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 对 那META你跌那么多 你万一反弹了 你谈个 我举例 100块的公司 你跌到10块钱 你10块钱只要谈到20就好了 这个时候就出现两种人 一种叫做悲观论者 我套在90块你谈到20块有什么用 该死的东西 就是悲观者 就是骂人家 该死的东西 这种人没良心 对不对 股市都吃人 都讲一堆废话 问题是你当时 转座的时候能卖 你也不卖嘛 对吧 那为什么不卖呢 就是跌下来的时候 对基本面抱有幻想 因为基本面这样 因为基本面那样 因为法人这样 因为筹码还没松动 那你不卖就一直跌啊 你这个故事 不就是现在在半导体上上演吗 全部都是好公司 还是让你赔钱 对 问题是你不能骂他啊 因为高档卖掉是你的自由啊 转弱的时候你卖就好了啊 为什么不卖 因为我相信法人啊 这个就是永远 就是我告诉你说 所以人就是有框架 股票其实就是涨跟跌而已 你把它抽离 我告诉你 人就变得很轻松了 你看像我把它抽离 你说 红达店跌到这个地方 在这么低档的地方 他跟你说他拿到联想的读董 而且才涨第一根 这当然抢啊 你随便抢现在也是两根半 对不对 25%在你手中 是 200万的资金25%够了吧 你前面 5%假设你第一根是追到涨停 或者是你第二根开盘才追 那你前5%不要算进去吗 20%有吧 没有20%也有15% 对 对吧 200万的资金15%就30万 你说是不是梦 30万在你的手中 周末你就好过了 要的不就是这样吗 对 股票其实要的就是这样 而且你也要考量到 万一就是说 如果下个礼拜 Meta也反弹 那你整个扩散开来 你怎么办 因为现在 现在的话 新闻只有在王雪隆自己身上而已嘛 是 你就不要到时候那个 比方说我举例来讲啊 苹果也跟你说 他那个头盔几月要上市 一讲出来 然后Meta一反弹 你整个就火就烧开了啊 熊熊大火都是从星星之火开始 是 星星之火大家瞧不起它 是因为身上有框架 那我现在要告诉各位就是说 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得出来 物极必反的货归山雄 假设说你现在这个地方不想除息 下个礼拜除完息 看什么时候日出 那现在盘面上涨的包括什么 包括抗通膨 包括生计 包括这个 红辣电态出来的集团概念股 是 都是大盘还没有落敌之前先攻的股票 就有机会在7月当主轴嘛 所以我再一次邀请各位说 当大家六神无主的时候 就是你传说的开始 掌停板已经亮出讯号了 现在来找我 我们带你进场 好的 那就请大家务必利用收获的广告时间 赶快加入我们参赏免费的LINE帐号 7月份的新股票我们即将布局了 欢迎来电咨询 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在这边的花蕾副里 我们弃作了一片23年来都栽种有机米的稻田 用树菇软锡上游全原灌溉 孕育出古力饱满的高雄139号稻米 精广米有机白米糙米有机双认症 中广天有价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听众朋友6月份即将结束 7月份是全新的开始 再怎么会解基本面的老师 都比不上能够带你赚掌停板的老师 第一波没有跟上宏达店掌停板的朋友 蔡英斯坦还有下一档 新卡位就能够先布局 你务必要把握机会喔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NINE帐号 ID是小老鼠goldmoney168 小老鼠goldmoney168 或者是播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随着第二季的结束 蔡英斯坦也特别开放了10个名额 要带你布局7月份全新的主流股 实现梦想的第一步 就从拨通电话开始 只有10个名额喔 务必立刻私讯或来电 今天拨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喔 欢迎回到 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 那么7月份是全新的开始 有很多新股票要出列了 机会也非常的多 那么接下来还有这个抗通膨的题材 所以老师接下来可以怎么观察 所以刚才我这个话题 再稍微把它带进来 就是告诉各位 从数学观点来看 如果说一档股票从10块拉到100块 结果这个股票从100跌回10块 那么悲观者会告诉你说 你看买在90块的人痛不欲生 对不对 在这地方兵败如山倒 告诉你家破人亡 反过来说 假设这个股票真的跌回10块 对不对 结果呢 从10块反弹到20块 套在90的人 他一定会闲言闲语 市场上有一些见嘴也会这样教你 他告诉你说 套这么深 反弹10%有什么用 对不对 但你错了 你大错特错 大错特错 所谓的反弹10% 是你站在输家的观点认为 从高档算下去 他反弹10% 如果你站在赢家的观点 彻底抄底成功 那我问各位 你在10块钱买他100张 是不是刚好100万 是 涨到20块 刚好翻一倍 对啊就翻一倍 所以当你站在赢家的角度看的话 你可以赚翻倍 但是你站在输家的角度看 你会认为说 反弹又没有让我解套 有个屁用 就没有他的事这样 所以你要跟谁 我告诉你 跟着能够带你翻倍的人 是 跟着那些碎嘴 跟着那些闲言闲语 跟着那些只会放马后炮 告诉你说你看吧 高档叫你不要买霍霍山雄 只会在你的伤口上撒盐巴 对吧 真的要讲 我们讲说 如果你高档已经错了第一步 你不要杀到底部 再错第二步 那还是真的 是这样讲 所以 为什么要抄底的原因 就跟大家讲过了 很多股票现在是在很低的点 对 那么你从刚才这个宏达电视上就可以看到 你看跌到那么低的位置 结果一反弹就三根 那我们来看到有很多股票他也跌很低 比方说金耀股当中也有股票跌很低 是 老妖王这个之前呢 在去年曾经大涨一段 那就像合一 你看 重新跌回到季线这边 然后呢 要为要创新高 这个资金带动到他 一推 你可以看到礼拜五 尾盘就带上来了嘛 那类似这样子的股票当然还有很多 新耀股在这一波有的股票 已经跌得非常深了 从底部反弹的力量 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么宏达电我们先说 这个是个人的一个利多 所以威胜集团 那我们说如果集团相对来讲 有做这样的效应的话 或者说市场上有这样的预期的话 到六月底 但是你要注意 如果国际股市 如META这些所谓的元宇宙概念股 又重新开始做一个反弓的话 这就不是宏达电自己本身的问题而已 它会烧开来啊 是 那么烧开来未来来讲的话 就有很多的股票 包括什么元宇宙的电动车 那些通通都算在内 我还都可以再来一次 那再来就通膨啊 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国内没有那种什么 发费特区超石油的这种大石油公司 所以当然就是抗通膨的格局 当然我们已经提到85度C 或者是说你看到像包括八方云集 那注意 这个部分已经开始了 因为国内大概有量 而且值得做的股票大概四到五家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暂且先保留 那有几家也是餐厅的嘛 对不对 但是有了消费要超过四五千的 我就不算在内了 像这个有几家餐厅的挂牌的在里面 那那个价格都比较高的 我们第一波但先是针对就是低价的食物啊 那这个部分的话邀请各位跟我们进场才刚刚开始 工业电脑加上这个电池交换站 像金宇的话今天又推到高档区的附近 对 那他就是所谓利空出来以后不跌 所以这里要注意利空不跌的股票 当然我们来看到解封概念股东哥游艇 重新又开始做上工了嘛 是 这也是一个新的面向 这是一个新的面向 那么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了 新药研发 你再怎么通膨 你不可能挡到药了 那百言拉出第三根涨停 有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就恭喜各位 对恭喜大家 因为他价格低嘛 拉到第三根涨停 当然我们看到剑桥 今天有短线创一个新高 所以生技新药在这边很显然已经扩散了 那接下来的话 当然还有这个生技代工 因为育龙这一次是投信新建仓的股票了 所以为了来讲的话 所谓的台湾的电动车概念会拉出来 就是说不是以前涨特斯拉那一块 是涨台湾的电动车的 台湾自己的 会变成7月的新主流 那么这些新股票的话 都在这次抄底的范围之内 我想行情最恐慌的时候 就是你梦想传说的起点 在这个市场上 大家在奚落投资朋友们的时候 只有我告诉你 也确实底部的绩效已经开始运作了 是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开始 今天当然有10个名额 有我们这个地方 专属的亲自带你跟你杀进杀出 这一次你有机会跟着我同台 好好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好的 那么台股酝酿下一波的反攻之前 老师预告的宏达电是再拉出了涨停板 那么八方云集是再创了新高 所以下一波的布局 你一定要跟上 这一次的抄底名额 真的是有限的想赚钱 就是要比速度 所以可以透过蔡英斯坦的Nighter 或者是拨通专线联络我们 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再次感谢摩尔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 谢谢小师 谢谢各位 进广告咯 听众朋友6月份即将结束 7月份是全新的开始 再怎么会解基本面的老师 都比不上能够带你赚掌停板的老师 第一波没有跟上宏达电掌停板的朋友 蔡英斯坦还有下一档 新卡位就能够先布局 不要把握机会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Night账号 ID是小老鼠goldmoney168 小老鼠goldmoney168 或者是拨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随着第二季的结束 蔡英斯坦也特别开放了10个名额 要带你布局7月份全新的主流股 实现梦想的第一步 就从拨通电话开始 只有10个名额 务必立刻私讯或来电 今天拨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程